大家好,我是月寒 说起人的一生呢,酸甜苦辣尽在其中 但是呢,究其根本,生活也不过是一直在路上 对于人生的感悟呢,曾国藩先生悟出了这其中的奥妙 并且是流传给后人 那今天月寒想要和大家说的一些就是曾国藩的观点 他认为人生贵在四个字,要避开两个字,守住两个字 那到底是什么呢?分享两句话大家就明白了 我们来说一下 这第一句话就是,人生成于秦,毁于堕 秦灯普卓这个观点呢,我想每位朋友都是同意的 曾国藩呢,我们说过很多次了 他小的时候特别笨,经常是课本背不下来 而且他也知道自己天资不是很好,但是就是很下苦功夫 比方说,一篇文章,别人三个小时就能背下来 但是曾国藩就要打上三天的时间,也要背下来 他认为,先天条件不足,就靠后天恶步,总是会有效果的 第二句话是,人生成于静,毁于傲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啊,是个愤青 用四个字来形容他的话就是,意气用事 而且在这方面他也是吃了不少亏的,他的父亲刚去世那会儿呢 就被先锋皇帝剥夺了曾国藩的兵权,让他回家守校 在家中的时候,他就不停地反思自己,认识到了鲜逊的重要性 后来,在他已经官居二品的时候,还能写信给初出忙碌的左东棠 让他帮忙自己操练兵队 那约翰认为呢,能够做到这点的人,都是不简单的人 那说完这两句话呢,我想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哈 人生的这四个字啊,要避开舵和傲,要守住秦和静 那这两句话的原初处,约翰认为应该是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舵字之败 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之败 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把你的观点在我的视频下方和我留言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